因为上师相应了以后 本尊也很容易相应 你上师相应了 本尊就很容易相应 师尊相应了 跟姚思金母相应了 以后呢 诸尊都可以相应 那你如何跟他相应 这是我讲的 一心不乱 就是禅定 你要把所有的 你的脑海 你的念头归一一 当你归一一的时候 那个光明就会显现 虚空中的光就会显现 而且你归一一的时候 你身体自然就清静 他的光都可以照在你身上 所以272本书的内容 就是 静光的抚摸 静光的抚摸 是272册的书名 就是静光的抚摸 这是抚你 用静光 他经常静光下降 就抚摸你 这样子 一尊相应 可以讲很多尊都会相应 再来你来修内法 就更容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